在清语年中,王启年这个角色在范贤进京以后就一直跟随范贤,我们不妨想一想,他为什么不追随太子二皇子等人,却偏偏追随范贤呢? 他究竟为什么追随范贤?是被人派遣辅佐范贤的呢?还是为了监察范贤的一举一动呢?还是其他的原因呢?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,虽然王启年的过去并未详细的告知我们,为何在范贤入京后,王启年前去范贤的马车前, 去卖京都的地图,为何原本前往范家的马车又会前往庆庙?我们在庆域年中得知,庆帝是秘密前往庆庙,为何范贤和王启年交谈之后会被带往庆庙?那王启年会不会是庆帝的人呢? 在庆域年中,王启年看起来胆小怕事,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派上大的用场,在我们看来,王启年贪图钱财,刁钻狡猾,在剧中王启年第一次出场时,他虽然是检察院的文书, 但却在京都门口售卖地图,在范贤到达京都后,王启年却能叫出范贤的名字,虽然这有检察院提供的条件,但他却能记得如此清楚,可见王启年这个人的不一般, 为何王启年会能如此清楚呢?可见王启年背后另有其人,王启年在拦下范贤的马车后,向范贤售卖京都的地图, 他所制作的地图如此简陋,却能够凭借琉璃的嘴皮子将地图售卖出去,而在范贤走后,王启年为何会离开京都门口,他到底前往了何处? 本应前往范府的范贤,又为何会被车夫带到庆庙呢?看过庆余年的人都知道,王启年是陈平平的人,但有没有可能王启年是一个间谍呢? 他真正效忠的另有其人,在剧中我们得知,庆帝是秘密前往庆庙的,几乎无人可知,在王启年走后,是不是将消息传到了庆帝耳中,才使得范贤会前往庆庙,在这一片段中我们可以猜想,王启年明面上效忠于陈平平,但是王启年真正效忠的人是庆帝呢? 在范贤为了寻找滕子清妻儿的下落,借用提四腰牌前往监察院提起卷宗,但发现此处的文书居然是王启年,王启年给了范贤一份伪造的卷宗,而将滕子清的妻儿转移到京都之外,王启年自然是没有这个权利的,就他这个胆小怕失的性格,就能想到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出自王启年之手,这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启年想要与范贤交好,而范贤出来京都,身边缺少帮手, 就同意了王启年的加入,王启年才会在离开检察院后加入到了范贤的阵营之中,虽然王启年的功夫不高,但他的追踪能力却很强,王启年也通过他聪明的材质以及过人的轻功,帮助范贤解决了许多难题,他用自己的行动最终一步一步的成为范贤的亲信,看起来王启年每次都跟着范贤,但他却从来没有陷入到危险的地步,在庆域年中的最后一集,我们可以看到,谢彼安将范贤等人, 而王启年却不知具象,他究竟是察觉情况不妙躲了起来,还是去通风报信呢? 其实我们也不必了解王启年背后之人究竟是谁,不论王启年到底是好是坏,到最后王启年不也还是脱离了他背后之人,转而投靠了范贤?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